还是挺容易看出后卫的一个这条线的一个情况 那前锋前卫可能还有些变化 上不上比赛要河南那边来首先开球多拉多 他也作为球队的绝对的中锋 好 各位网友欢迎收看腾讯区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 中潮联赛第四轮由重庆两厢竞技对阵河南松散龙门 嗯 真是开球战术 开场之后马上就获得了一个脚球吧 这个开球战术如果说打得好的话 没准就开球就进球了 这个确实是没追上地上感觉有点水 有点水蹭了一下这边 比赛开场节奏非常快 本场比赛也是由徐亮指导和远甲共同为您带来解说评书 我们看刚刚开场 这也就是十秒钟一个点球 十秒钟就获得一个脚球 可招来主罚 这个战术是所有人都进到景区里边 有想法好球 刚刚开场四十五秒钟 多拉多收获了他赛季的第二个进球 而且是连续两场比赛进球 是的 我们说这个进球配合有想法 对 扼招这个球发的地平球 对 我一看人都到景区里边了 这个球应该是多拉多应该是在球门的后门柱 然后绕回到点球点的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定位球 角球战术啊 这个战术一看就是赛前想念过的 所有人走到小景区线里边 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再点球把这个点球点的 你看这个点球点 所有人都我们说全都收缩到小景区里边 十几个人在小景区里收缩的非常紧 而且这角射门 左脚的质量非常高 这也就是多拉多的桌脚 对 这明显是一个 这个应该是赛前根据对手的 上一场比赛的角球防守的一个战队 研究了 对 研究之后的一个决定啊 这个球是进的非常的快 格南盾现在已经1比0领先了啊 没错 而且这个球我们说打到了横梁的下眼 这个比赛刚刚开场 这两分钟其实没有 刚才进球的数据 45秒 我们特意看了一个表 这应该是本赛季的最快进球 原本开场10秒钟 你说我们还没抱完两个队的对队 徐指导就说说这第一个球啊 差点开球战术就差点打撑 所以说这个比赛 你说安排战术有没有用 真的非常关键 你看开场的一个开球战术 是 开球战术呢 你也不知道这个开球战术 是一个边线球 还是一个角球 还是一个什么球 结果造成了一个角球 这个角球又出来之后 马上角球战术 大家肯定 这场比赛赛前肯定说了 第一个角球怎么发 之后就不会再这么发了 因为对手发现 看破了 对 看破了 所以说又来了吊球 吊球第一个 大家按照之前的战术部署 执行了进球 这就是足球比赛的战术 真的非常重要 哈维尔我们说的 刚刚开场 这一两分钟 就已经先赢了一手了 对 这个时候对于重庆两家竞技 可能是挑战的 我们说这两支球队 都擅长打防守反击 对 如果是0比0的比赛 大家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均衡的体面 对 一旦谁落后之后就逼着你 必须得攻击 对 没错 这个也是看到这个场景也是能想象到刚才咱们在赛前河南队的主要链说过的话 细节 所以我很熟悉对手 他是细节 确实 看来是真熟悉 从这个开场战术和脚球战术来看 细节确实是满分 没错 比赛我们其实还担心这两支球队 之前进球都不是太多 又来了 这个是一个反击 这个中场传球 失误 导致的看看三打三 给边 给过来有机会 这一脚啊 球做的其实不错 打的质量不是太高 这个球 这个三个后卫也就只能这样往后退 然后等待跟什么缘的连接 最后这个球 最后这一铲防也是防到位 那么反观重庆队这边 确实这个反击很快 准准不上 想犯规都没犯了 这就是谁 费尔兰丁尼奥的能力 大摩托 对 对 对讲他想推个圆脚 但是 对没打正部位 就这样换左脚 左脚这个位置打起来舒服 对 想法是好的 但是球是没有 看看 我们看这场冯进的位置 其实 我们要再看一下 目前看七号冯进的 刚才这个位置有点像 都快说到边后位的位置 边翼位似的像 这个开场 从开场的那个站位来看 确实是一个四后位站位 但是 刚才这一看 我们要再看一下冯进的位置 刚才这一看感觉 好像还不是 不亚图类 这也是这赛季从河北花幸福 加盟到 河南队的队员 这个队员 个人能力也速度特别快 那他的问题就是 相对技术呢 对 有些粗糙 之前也创造了 很多的这种 绝对的好机会 或者说关键传球的机会 但是 很遗憾 没有把握住 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 确实是差了一些 这一下刚才和冯进两个人身体对抗 还有一些受伤 对 应该是跑的过程当中 踢到了跟腱部位的位置 一会儿看一下 周定阳 我们看这马上啊 这1-0领先之后 相信哈维尔 马上把队长叫过来 应该是有一定的沟通 场上是否后边会有一定的 无论是打法 或者说这些方面 是否会有调整 统一一下思想 是 应该问题不大感觉这下 刚才撞回向硬伤 因为这个比赛在开始之前 教练所布置的一些东西 说实话 队员在场上执行 那么比赛 尤其是这种前10分钟 有进球的这种比分产生变化的情况下 可能赛前所制定的一些东西 可能就会有改变 要变了 对 现在暂时 河南队场上是少打1人 所以我们看他把这一行 也是收的相对靠后一些 对 就变成了54 之前是54 嗯 开上5分钟 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个队的具体位置 河南队这边位置相对 我们说 其实比较清晰 他基本就是这一套队型 这个比赛在打 532的一个队型 门将是17号五眼 三个中位 4号罗欣居中 5号顾操在他左边 外园23号舒尼奇在右边 两个边一位 11号柯昭在左 20号冯博轩在右 中场的三个人 8号周定阳居中 他左侧的是30号钟进宝 右侧的是32号寒冬 封线上的两个人 10号图雷和9号多拉多 但是图雷的位置 我们看有的时候防守的时候 他也收到左边的边前位 这个位置会形成541 目前来看图雷这块影响 应该是不大 又回到了场上 寒冬这个小孩 其实还是潜力非常大的 刚20岁 刚刚过了生日也是 对 没错 他这位球员很聪明 图雷应该是回到场上 问题不大 这下对哆啦多的犯规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重庆两将竞技的这种 我们目前来看 他还是像一个 四后卫的体系 442或者说451 门将是1号陈昭 两个中位3号杨帅和6号蒋山龙 左边后位是20号刘勒 右边后位31号张兴博 双后腰中场的14号黄夕阳 和15号陈杰 两个边前位 冯进呢 刚才我们看他的位置 出现在右侧边前位的位置上 30号菲尔南迪尼奥呢 他打的可能是一个 相对靠前面前腰的位置 然后尹松耀 从赛前的首发阵容来看 我们看给到的是一个 左边前位 我们要再具体再看一下 他这场比赛我从刚才的感觉看 他也有可能是一个 就是刚才您说的 451的一个阵型 但是他451 他是没有前腰的这种451 是 可能是这种一个后腰 一个左边的内边前位 一个左边的外边前位 然后呢 这个右边的也是左边 右边内和右边外 两个这样的一个站位 好像一个V字形的一个站位 顶在封线上的 我们看还是23号外远 从上海深花租界而来的 多拉尼奥斯 这刚刚开场 六七分钟 我们说多拉多和图雷 这两个人先后受伤 这两个人对于河南而言 现在绝对是再也上不起 嗯没错 这么看的话 应该重庆这边 应该是 一神看 重庆还是去到了右后卫的位置 他打了一个532 你看 他541也可以吧 我觉得你看 他现在单箭头 中场也是四个人 中场四个人对吧 后边5个人应该站一排 一会儿咱们看 通过这个 长船看 你看 封锦这个位置 还真像右边的异位 还真是右边的异位 所以说今天重庆这边 目前看 这个确实从开场 这个四个后卫站 开场就给别人一个假象 一个假象 但是封锦的位置 他相对可能也相对会 灵魂以前 在进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个队员 助攻能力非常强 对 没错 这就是封锦 对 这应该是一个五三二的阵型 大猫托 一个穿荡 非常漂亮的固人 转移 没过去 他这球想打左落 应该是 想法还是不错的 这个球 是一个 以人犯规 第一张黄牌出现了 开始 我们说因为进球比较早 所以这个比赛 一下感觉就激烈起来 没错 小将 小将寒冬也吃到了 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这回反正 这个比分 河南队会更明确 自己的防守了 镜头没交代到 我们看一下 这个球 应该是 一个半高球 出角相对慢了 带到了 这属于是一个鲁莽 鲁莽的 小将还是有一些 经验的欠缺 能力确实还不错 潜力也不错 有的时候 这个时间段 拿黄牌的话 你接下来的防守 你就要注意动作 没错 他是之前那支国庆 应该说队里边 比较突出的 涛乔龙他们那支国庆 绝对的主力 光顺 这个球 比得上 近这个球远了 对 这个球距离有点太远 刚才这个解围 有点太应该 这就是图雷 图雷的这个 确实右脚 我们介绍过 右脚的脚底 可能还都没到 如火春筋的地步 这左脚来个解围 确实难为他了 河南这边 这会儿我们说 就要开始打 他们最擅长的 这种防守反击了 这种防守反击 这种防守反击 嗯 多拉多还是非常努力 冯进今天是达到了一个右边一位的位置 其实让冯进替这儿呢 更多的估计张外龙知道 也是考虑的 这个他的这种进攻能力吧 更多的是 是 船中 这一面是一个犯规 很聪明的犯规 罗欣 罗欣 他是地道的重庆人 而且在重庆这个队应该说培养他 此后从重庆离开去到了北京人河两个赛季 对 随后跟随 应该是跟随王宝山指导 到了河南 但是我们说王宝山指导 因为上赛季突然的离职 所以说 第一阶段的罗欣也是被球队血藏 第二阶段呢 关键比赛突然又召回来 召回来之后 这个队员能力绝对是有 对 回来之后直接打主力 没错 而且他作为后场 这队员身体素质非常好 作为多面手 你让他打这个五后卫这行 打左右的一位都能打 对 三个中卫的位置 就是左中卫右中卫 还是居中的一个中卫都可以打 对 他是整个这后面一条线的 每一个位置他都能提 左边右边 全行 万金油 对 万金油 非常能拼的一个球 看看这个车路的定位球 黄夕阳 六个人在几距离 前减三个 舒逆棋的作用 我们说这就是 这个球 还有 应该是 对 我觉得也是确实出掉慢了 应该是一个犯规 这种球裁判咬的就很好 这个球你看 其实是有力的 但是它的有力 并没有有力到 比给一个定位球的这种 机会会更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裁判员的拿捏 确实 今年确实裁判员从整体上 我感觉比去年要好很多 没错 今年很多 我们说像这场比赛 主裁判张晓晨 就是提拔了很多年轻裁判 我们先看这个定位球 直接打 黄夕阳啊 就等着这个位置了 黄夕阳刚才的球 刚才向徐亮之导 就盼着说 这千万别给有力 干净推停 这对于像 我们说黄夕阳 包括徐党 这对 任意球高手啊 其实就盼着 前方有这种机会 没错 看看这又是 重庆队的一个中场的断球 别人在1-1 这个深度方面 还是稍微的人少了点 而且两线间 没有接应的点 这就是所谓的 能力相对差一点的 球队的问题 就是在进攻当中 两线间是 没有这个能有 具备在这个空间里 去发挥自己能力的 这种球员 没错 而且球员确实很难 通过前位球员 渗透到这个空间里去 这也是问题 看这种球 其实一坐 然后就转身就走了 这相对简单 几回又来了 右边冯进在套 冯进是想 其实他们俩没想到 一块去 冯进是想前叉的 结果呢 先给出来了 反观 河南队的反击 刚别录2打2 图雷和多拉多的配合 一个强势二打一 我突雷 刚才说过这左脚 难为他了 难为他了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他好像有点 憋憋憋憋的 刚才就感觉憋憋憋憋的 我们先看刚才 黄向这脚定位球 其实打的质量也是蛮高的 打的质量挺高的 但是这个球如果是 还是像上一场比赛那个上脚 可能这球就好办了 但是这个球刚好是一个手边 比较喜欢的这个高度 没错 这图雷看来坚持不了了 这对于河南队而言 我们说这人员 本来今天他们 比如说报的名单 都没爆满 还差两个人 没错 这样的话 我们看替补习上 能打这个位置上 陈浦已经站在了场面 这是鲁能清训 培养出来的队员 上赛季是租借到 当时的永昌 也就是现在的苍州 这个队员感觉身体 其实和两年前 在鲁能相比的时候 壮实了很多 这明显右腿 这有点一瘸一管 这个确实是 都不敢吃劲了 这个对河南队而言 我们说本来现在 卡兰加那边 刚收到消息 说要回来 结果这边 涂雷就伤了 其实涂雷这赛季球队 也是花了150万欧元引进的 这也是 对于现在的 这个转回市场而言 能画出这些 对我们来说不容易了 对 没错 陈浦 陈浦是一个左脚的队员 他们俩更多的 可能是一个位置上的 我们说对位的一个坏人 涂雷非常痛苦 刚才那一下 我们当时感觉 没感觉有那么严重 对 当时可能是寸劲吧 我感觉 因为那个动作 确实从电视机来看 确实是不太好发现 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看 现在阵型 就是河南这边阵型 从532 之前涂雷有的时候 向前顶 现在已经马上就收回 就是541了 因为全部他的位置 他就是一个边前位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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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身后 稍微小了一点 大摩托还是具备这个船控能力的 现在进攻啊 真的是就靠他了 真的是要又当爹又当妈 突破也得靠他 没错 他的位置更像一个前场的 有点自由人这种位置 对 没错 又好球 这个球误打不撞 但是你看还是人员 没人 我们看这个镜头就两个人 对 人员不够 这个阵型就是这个问题啊 他五个人在后场 然后呢 两个边一位如果上不来 边路又没人 然后呢 他等于说 他两后腰又上不来 对 他三个中场呢 等于说他三个中场呢 又是一个倒三角 这两个边前位上不来 两个边一位上不来 那就剩最终的两个前方 这就是一个没有前腰的阵型 所以显得前场有点空 这是一个防守阵型 波拉多 嗯 这个球是 荷兰队的反击 看看第一时间给过来 看全部啊 看一对一 交换来 科招准备 对 他已经完成了一次中攻 这个球应该是 球出去之后是不是带到了他 传出去之后 这个球 科招 科招马上起来了 科招有点委屈啊 这个球我觉得确实可能 确实是为了阻挡传球线路啊 应该不是一个犯规啊 诶 多拉多怎么又倒了 他应该是 我们说是在无球对抗当中 我看的 这是这下 球出去之后 哦 这下 真是 冯进有一点踢到破招了 是 但是踢是踢着了 但是确实不是这种有意识的啊 球可能也先出去 但是 多拉多那边没有问题 但是多拉多这个镜头没有交代到 有可能我们说在中路 包抄抢 两个人抢位的时候 身体上有一定的这种接触 他这会儿需要热身啊 因为这种替补登场是最难的 也完全没有热身的准备 心肺功能也没有打开 重庆的门将陈昭 也是从上海申花加盟 这赛季 他把阿德莲送去了申花 从申花也是 包括在场上的蒋胜龙 我们说包括布拉尼奥斯 陈昭 包括此前打过首发的孙凯 这些都是申花和他们进行的 我们说这种大副的这种 两个队的人员流动 没错 这种直来直去的身后球 确实不太容易打 是 而且抢下来球之后 中场又没有人能够控制二点 因为他人跟不上来的话 这个二点控制不了的话 就是等着让人打反击的一个状态 没错 就是上不上 从今年为止来看 河南队的这个打的内容 确实要比球队队打得好一些 看第一点 多拉多的能力还是强啊 嗯 再穿 可到的左脚 后点 嗯 关键 这个头就后蹭 应该是落地之后踩到脚了 哦 不是 这是 捂的是膝关节 这应该也是两个人 在空中应该是身体有接触 没准磕了一下什么 问题不大 我们看躺在地上还在投诉 中进宝 中进宝 再看一下 这种球应该是 应该是张兴博 应该是中进宝先倒地之后 被 不小心踩了一下 哎 看柯招第二个角球怎么发啊 对 第二个角球 举右手 又举左手 啊 这又是一个战术角球 又是一个战术 这个 这一下给的太低了 给出来 对 应该是传后点 我觉得 大摩托的机会 神普 非常积极 哎呀 放给这个数据 我不看 7比1 嗯 河南那边已经有7次犯规了 20分钟 这20分钟的内容确实 嗯 这个 从这个整个的比赛的反映出来的内容 差不多也是这个比分啊 河南队的反击打的还是不错 可以啊 先不要上中场抢一起 中场抢 收紧 而且我们看重庆队场上39号张翔 这是个小将 这是个小将 我们看 应该是灯塔 这个在最初爆的首发名单当中没有啊 对 刚才我也是纳闷 但是我没好意思说 这个是 有可能赛前热身的时候受伤了 对有可能赛前给到的名单不是最准确的一个 这只有21岁的小将 这应该是打着左边的一个异位 应该是没有看到蒋胜龙 蒋胜龙应该是热身的时候应该是有受伤 对 而且这是这个小将这赛季的第一次登场 黄启阳的一个犯规 对 周定阳 我们也是问了一下最新的消息 说蒋胜龙在热身时候扭伤了脚踝 这临时更换了首发 应该是这样一个状况 对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临时调换的 这赛季也是比较奇怪 比如说丁海峰 对对 在首轮比赛当中 也是已经首发了 在场上最后的这种活动 马上要登场了 对 可能也就一分钟就要开球了 结果受伤了 我们活动都做完了 这个 围着圈 喊加油 之后的事了 这个可能我们说也会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你开场尤其是中卫这个位置这么重要的一个调整 没错 对 现在等于说两个边一位 得上去 现在基本上你看 一对四 甚至一对五了这个太难了 重庆队打的太难了 两个前锋都回撤到自己中场拿球 但一回头一看基本上对方紧区这附近根本就没人 是 是往哪传 那么他们俩不回来呢 只靠黄西洋一个人来组织呢 又接不到球 所以说就有点着急啊 现在重庆队问进攻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而且面对着 本身防守就做得很好的 河南队 真是不太容易能打出来一些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尹聪耀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他也相对 有一些沉寂了 和前两场相比 罗进的位置如果能够进到里边去的话 我觉得他们之间还能擦出点火花来 就跟两个前锋之间的这种火花还会有 那罗进现在的这个进攻的才华 如果放到边上的话会被限制一些 是主要他现在还要兼顾 风景还要兼顾一些防守相关的工作 没错 这就是小将39号张响 这种直来直去的神后球确实太难了 更多的我们说重庆这会儿 还是要依靠什么定位球了 这会儿就 黄西洋本身脚发也很好 顾操原本啊 河南这赛季他的中尉引进了赵宇豪 对 赵宇豪他之前作为三中尉脱后这个中尉 但是也是不太走运 赵宇豪也是受伤了 对 所以说顾操啊 现在又 其实顾操身上有一商场比赛 两场比赛之前替补登场 那场比赛呢 上场之后呢 应该和对方呢 有一个身体接触 也伤到了进步 所以说他现在其实也是在带伤出阵 对 顾操现在他的球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经验 之前确实身体素质比较好 是 现在到这个岁数了 可能确实从能力上来说 可能比之前身体方面要下降 所以说更多的靠经验 我们看镜头刚才给到的就是顾操 其实你说他知道这下要犯规吗 当然知道 没办法 这是冯博轩 刚才被带了一脚 自己把球带丢之后的一个反抢 反抢之后 这个球也确实是 可能碰了一下脚腕的有点疼 这种球太难了 从阵队这么打的话 我觉得 效率不高 对 很难去打到对方的很有威胁的位置上去 反观这个河南队的反击质量有空间 但是呢 河南队的反击质量也不高 也是船空这一块做的不够好 有来了 大摩托 大摩托 关键啊这下 罗欣 罗欣这个球 看看局部的一个三抢一 对 得把阵型推上来 对 这会儿就舒服一些 年轻啊 应该是张兴博 张兴博啊他也是本赛季从中甲的水阳城市加盟过来 嗯 他此前打的右边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冯进打到了右路呢 就是因为临时的这种调整了 其实他是去了左路 他应该是打的是左边这个异位 对 对 这样渗透 然后到对方的阵型里边再做回来啊 这是应该有的 嗯 这个很干净的产流 有张兴博 对 如果从中队能把两个 两个边上的中位在机构当中推上来 然后把两个边一位推上去 这样的话 有渗透 然后有回座 这样才能打从内容来 没错 他这中位也因为这场比赛 我们说临时的调整 张翔确实 这个年轻队员只有21岁 说在中超赛场打中位啊 可能又是临时登场 嗯 所以说可能确实需要 需要适应 刘乐那边比赛打得相对上赛季呢 和他哥哥刘欢刘乐 这双胞胎兄弟 两个人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轮番登场 嗯 预备了一定的比赛经验 这是多拉多的手球啊 多拉多基本上现在 踢球也很聪明 不去硬碰硬的去争投球 他呢有高球 更多的这先利用身体 好球 哎 这球有倒地 嗯 张兴博在投诉对方拉了他 但是感觉刚才这球大都已经过去了 突然倒了 跑过去了之后 可能是不是稍微带了一下 哎 说实话 这个球一旦吹 那可能就面临着 肯定有牌啊 跟着一张红啊 有可能是红 但我们来看动作感觉嗯 不是特别大 对 这种我们说你足球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身体接触 所以手互相扒了一下拽一下拉弦拽一下 这也是很正常 这种球就是只能靠视频助理才怕 是 主裁伴一瞬间太难了 这个确实 动作特别小的真的是主裁伴也难 没错 我们看现在啊 其实尹聪耀顶到前面 反倒是布拉尼奥斯这会儿向后收了手 收到了左边 对 好像是临场的一个辨证啊 这个张曼龙指导确实是一直喜欢 喜欢去做一些临场的一些变化 让你猜不透啊 对 这又是一对一 没有给过去 但是还有 右侧 横步先上来了 对 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 他可以让对方攻上来 然后自己收回来之后 在自己本方半抢防守 抢下来之后 他的这个节奏可能也出来了 他喜欢的打法也出来了 开赛之前我还在 我和学长指导在聊 所以两只都喜欢防守反击的球队 这怎么打 对 又是脚球 前步 他上场之后这个速度呢 和布雅图类相比肯定是有下降 对 其实我想说 这是重庆呢 这么防是可以的 他反而他可以抓住对方的反击 再去再去打 那么重点就是队员的心态 队员的心态如果说 不要把这个0比1的比分记在心里 那可能在防守当中 他就会尽全力去做 那如果比分 对他们来说是个包袱 如果说的话 让他这么收回捧板厂这么防 那就对他们来讲 反而是一件麻烦的事 没错 因为他防守不会尽心尽力百分百去做 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差别 发现脚球换人了 他都是两个异位来发 这换成了右边的异位 冯国轩 这应该就直接发了 还是出去了 这边应该就是就在第二助理裁判的眼前 布兰尼奥斯 他是上赛季后期加盟到上海深花 但是我们说表现出来的能力 也并没有太强 因为我们说有的时候身价也侧面能反映出来 这些像是出去了 这个据说可能当时也就是一百万美金这个价格 你买外援一百万美金这个价格 现在很难 刚才这个球其实更合理的动作 就是把球踩在边线上 是 你用壳再去用外脚背再拨 这个两个动作和你一下踩在那 然后转身跑回来 那肯定是踩在那 转身跑回来会更快 这就是在运动员在场上做的一些细节 合理性 有的时候外援说实话 有些东西做的技术动作合理性也一般 没错 牛斯在自己本方半场丢球 刘乐的戒维 客招 客招看看是不是要找多拉多了 那你看 多拉多 多拉多 导得非常准啊 这下刘乐关键 这应该是一个角球 上半场角球目前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四五个了 差不多 确实不少 而且我们说第一个进球就是依靠角球 对 这个河南队今天的角球四五个了 而且都有想法 每个呢 不同的套路 这就看主要连赛前看来是真的是有固执 看 这也挺有意思 他就是两个意味来发 没错 而且我想说他这样的比赛在双方僵持的很 就是这种就像刚才您说的 重庆可能这会儿就需要靠定位球了 其实双方僵持的时候真的定位球是可以改变场上局面的 是 先看这个球 也是选择了直接大前点 大摩托特的结尾 这个我们看谁啊 周定阳这下 太关键了 其实如果不是他这个球 反击可能就起来了 先看这边传终质量 又来了 二次传终 杨帅 吹了周定阳的犯规 刚才这下杨帅非常关键 对 杨帅的头就又是还是非常明显的 身高 身体在这儿 但是杨帅呢 可能就是脚下速率 这个一对一能力这一块 可能对于杨帅来说相对难一些 是 他是上赛季作为球队中卫搭档 他和袁敏诚 应该说杨帅上赛季还作为一二三队员 今年大24岁嘛 对 表现应该说非常好 黄西洋 也是出自辽宁 确实辽宁队也是我的母队 也是时过进迁 越来培养出来的优秀权越来越少 杨帅应该算近几年培养出来的 非常优秀的队员了 他20岁左右可能就在辽宁队就能打上球 对 没错 那现在各自球队更多的都是鲁能出品 这个什么这个出品 鲁能清训 对 恒大清训出品 包括复利清训等等这些足效的清训的球员出品 原来的出人才的大省辽宁 现在确实是不行 我们说当时哪个队他没有几个辽宁人 但是现在情况来看 就是另一方面我们看顶级球队呢 也确实相对相对少了 包括沈阳队 包括老的辽宁队 然后大连队现在还在中潮 但是大连队这赛季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 对 没错 所以这侧面也反映出来 其实一直说辽宁是体育大省 对 同样也是足球大省 没错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其实能有更多的这种 作为这种有根基有抵御的 能培养出来更多的这种优秀的年轻队员 没错 因为这些城市里边的运动员 说实话从心理层面它是有优势的 是 它在成长过程当中 这个是不一样的心理状况 没错 我们说是从小打比赛的 一直是有心理优势 从小他们的各个年龄段的那种冠军都拿了 对于队员的成长肯定是有帮助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会成长起来 在各级梯队说实话 辽宁队出去打比赛 不管是U13还是U15还是U18 出去打比赛不拿冠军 可能就感觉心里难受 拿亚军没完成任务 角球比果然现在是4比0 河南这边四个角球 东西这边还没有 河南这边还是依旧采取着 本方半场的这种阵地防守阵型 5-4-1没变 我们现在重庆这方面可能是稍微变了一下 那么把引冲耀推到前场 阵型上可能相对做了一个调整 但是在进攻当中确实不太容易看出一个阵型来 没错 有演变的 是 他是有演变之后的一个阵型 不太好看 我们慢慢 进攻位置比较灵活 我们先来看他这三个中位是 杨帅是居中 然后让这小将张祥应该是在右侧的中位 二少刘乐是左中位 对 然后左边的一位是31号张兴博 右边的一位是7号封进 是的 嗯 这一停停的不错 看看 尹聪耀 看看二控能不能打出来 其实左边的二控已经出来了 但是这一下 选择了打门 尹聪耀进了两球之后 确实他现在自信心也比较足 对 前三轮比赛打 呃 踢完之后有一个数据 就是尹聪耀个人完成了十次射门 在中超所有球队当中呢 个人排名 第六名 嗯 这对于一个 我们说重庆队相对来算 他算下半游的球队 对 就是个人能有这样的数据 说明这个年轻人 尤其是我们说作为国内球员 非常不错 没错 而且收获了两个进球 嗯 确实啊 比赛里边这个年轻球员在场上 敢打门这一点 确实是值得称赞的啊 发扬的 通过这个 你说白了 有些时候可能不合理 但是通过这些不合理 你能总结出来东西 是 然后下一次就知道啊 船可能会更好 没错 嗯 不断地能提高 但是你永远都不设 你永远都不知道 错在哪 有的时候也得犯点错 杜拉多这个球 就停起来了 停的不好 如果停好 这个球反击就出来了 看看边路 这个球有没有越位 没有 一对一 看能不能传起来 这是 不应该 这种我们说就是非常低级的失误 这应该是把裁判员当成这个自己本方的队友了 裁判员这是紫衣服 对 重庆队是红衣服 这个赛前其实应该是队过服装的 这个其实不能怪裁判员的服装 这个就是自主观察 你都把球咳回来了 那你没看着 这个确实是球员的问题 这个反击看看能不能出来 看看中位已经不在位置上了 又是 可招这下上的关键 对 又是一个球速的问题 比赛能球速 看看一对一 陈普 陈普 走内线 打门 有个打漂亮啊 陈普 用他并不擅长的右脚 这下打的质量非常高啊 卡到了力柱上 这个球走内线 汤内第一步 就感觉他是要射门 要射门 但是没想到他第二步没汤 直接就射了 打的质量还真高 这球 徐亮知道有体会 就很多左脚队员 其实右脚呢 基本上这个技术要差很多 就不像右脚队员左脚都练了 很多左脚队员是不练右脚的 右脚是陪媳妇过街的 是 但是刚才这脚 陈普这脚右脚打的质量不错 真不错 这脚打的是能打上力量 而且这个球要是打进脚的话 说实话不太容易进 是 要有很高的球速才行 这个球球速也够 如果稍微运气好一点 这球是进了 又是脚球 举单手 应该是直接发 前脸没蹭到 举双手应该是战术 已经被虚实导破解了 因为我就是之前干过战术分析的这个活 所以说我在观看比赛的时候 就更多的会去观看这些细节 你作为战术 看看这次的一对一 横进 中路没人 一直在等 好球 这个球还出来质量非常高 看看后边有人跟上 布兰尼奥斯 他的质量不高啊 这个球 有没有脚球 但冯进刚才我们说一直在 对 真的是急死了 我这非半天进在边路形成了突破 一看二慢 我这三突破之后 这等着人一直就不来 我们这个位置 其实船的质量也不错 其实他更慢了 作为前锋 其实自己的边前位 自己的边后位都到这个位置了 你前锋你还在那么远的位置上 其实是他在位置职责 只不过刚才我们没有看到大的这个 全景 全景镜头 他在干什么之前 其实这会儿就是他的问题 刚才这个位置 我们说但凡有一个包抄队员 没错 没有人盯了 退个空门了 嗯 布兰尼奥斯 我们之前也说过说确实是 有的时候这外援一分钱一分货 也同时反映出来 确实这场比赛 天气的原因啊 也是官方给到了一个 25到33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是 下午还查了一下实时的温度 可能当地就有这个32三度 嗯 对 所以说可能温度导致 可能队员在场上 确实有这个 影响 影响 对 沉浦 沿路的船中 扣点 沉洞 抢到了 但是 这个球 看看 边棋是没有 边才其实这个时候 应该给一个监禁的棋 对 边才在犹豫啊 有点没看懂到底是谁顶到的 还是给了球门球 看来还是最后主要办 给到了一个球门球啊 边才最后没敢下这个定论 我们看有的时候 就是看那种执法系 有时候也很有意思 有些球呢 边才主才呢 有的时候就互相等 有了一些边才的经验特别丰富 对 他就等你 等你主裁判 对 迟迟的把妻子有可能聚起来之后 都不举方向 对 这也是执法的小细节吧 对 但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裁判员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在谁的区域里边 就要大胆地做出这种判断 好球就二大一 但是没给过去 哦这是应该 犯规了 黄牌的犯规啊 看看嗯没错啊 应该是一个黄牌的犯规 这没有任何问题啊 给的没有任何问题 终于奇我们说 他一旦他这个身高被调出来 在这个位置 对 他被转身了 他就没办法 对 在禁区里面对正面那种 他对优势很大 来自不黑的外援 上赛季也是 其实北京国安买来的 买来之后 队内用不上 租给了河南建业第二阶段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松山龙门 但是用着之后呢 国安这边可能这外援还是满的 对 所以说就索性 直接就给了河南 因为他之前想买 苏尼奇的时候 是想顶替当时 金敏灾 金敏灾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 而且当时好像金敏灾 也是炒出了要去 热刺 冰超球队啊 我就当时也是不太好理解 我从中超去冰超 我说这是要干什么 去冰超 18人名单能见啊 后来我估计也是 雅冠打得比较不错啊 金敏灾最后也是流队啊 那么苏尼奇顺其自然的 在这个河南队打得也不错 顺其自然流队 确实 我们说现在中超队 这五个外援名额比较宝贵 一般不会说给两个中卫 对 对 一个就可以了 没错 张兴波 今天两边的小将打的 我觉得还是稍微的差了点 是 嗯 这个两边的小年轻居然发挥的 都不是特别的好 一个20岁 一个21岁 对 韩东张翔 韩东今天也不是特别好 张翔今天 关键他俩还对位 他俩今天是对位的关系 嗯 好球啊 没第一时间推过来 第一时间推过来 冯进又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当好反击 冯进宝 三打五 给好球 好球啊 陈浦 给过来 嗯 这个反击是打出来了 但是最后这一射 多拉多是 他是应该是在要脚球 觉得这球 是尻在了对方的 中继宝这下给的是真好 我们看这下 这一下确实 好像是刘乐挡了一下 这个球 这个球 我看 说实话 我看是没挡 我觉得裁判员的办法是正确的 我觉得他第一下没尻上步 他敲在了脚尖上 是 但是刚才我们看这个防守 就陈浦插上这个位置 两个人 谁都没有跟 对 这也说明了防守当中存在的 对 存在的问题 侥幸心理 有些时候就是觉得 没事他传不了 但是可能往往球就到了 这个防守是不得 有一点怠慢 这下有身体接触 这是一个背后的推人 冯博炫 也是此前上赛季是从恒大加盟租界加盟河南本赛季也是完成了这种自由深的转会直接加盟了球队 在这个区域其实犯规也没关系 其实我想说作为小江来说他应该自己去总结啊 你还有时间去看人吗 有时间去找人等你拿好球再去看好人 那后边的人都来了啊 所以说自己可以通过这些局面 这些细节去总结自己提高自己 这些比完赛以后自己去看录像的时候都可以去提升的 没错 这是一个边线球啊 先出界了 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行完 不时两分钟 确实上半场比赛开场之后 我们说两三次图雷包括多拉多的受伤 确实耽误了一些时间 是的 周定阳手上有一个动作 这边想快发呀 这个头其实他是动了一个小村 周定阳 他呢其实是用这个屁股 真的是用屁股再 再滚了一下 给了对手一下 但是他想表达的是我在合理利用自己的身体 这也是比赛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小经验 或者说小伎俩 对这个球给我我也会吹 因为他是有意识去做的 不是合理的 横进 看看外围的远胜 这一脚质量非常高 还有看看第二点 这个球周定阳 而且没有给对手脚球啊 这几位水平高 但是刚才冯进这脚 远射质量也是非常高啊 边路2.2 坐回来看看传统质量 公路杨帅还在里面 好球 没有右位 倒三脚 哦 这个球 在投诉手球 看看 用我们通过慢镜再看一下 一会儿对 确实弹了两三下 周定阳挡了一下 对 看看河南队的防守 全是倒地 两个人起来的 这个身形都是一样的 确实这种能拼的球队啊 更多的是下地 在防守当中 全力以赴 确实需要这股 猪子场需要这股尽头 没错 上面卡 其实不十两分钟也已经到了 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对 看看 这个时候是不是在等 VR裁判 有可能有接入 刚才这下 对 有可能是在等VR的一个接入 因为刚才那个球确实是弹到了 不是肩膀 就是胸 是 有可能是手上 没错 确实比较快 刚才这下 而且两三次这种反弹 稍微的看一看 应该是裁判这会儿应该 是一 没问题 没有问题 这会儿VR可能是核定完了 先看这个叫球 减点 还有 二点 这球如果挑到布拉尼奥斯后点这 应该是一个绝对的 通当 这样随着这个球没有打进 上半场比赛也是暂时结束 河南松山卢曼那边 依靠着45秒钟的闪电站 多拉多打进了全场比赛 截至目前唯一的进球 暂时1比0领先着重庆 两江竞技 我们也是回到演播室